欢迎收看9月13号大华林地方新闻 我是杨子轩 新闻一开始首先带您来看到 为了加速办理吉安西右岸断点串联 并早日打通中央路二段与吉祥12街的交通瓶颈 华林县政府在113年到115年 采取自筹预算的方式 编列9925万多元 办理中央路吉安西桥与中原排水会流出的 新建桥梁用地协议架构 拆迁补偿以及工程新建等费用 华林县长徐真伟 协同副县长严新章 建设处副处长张志豪 以及业务单位前往视察 吉安西右岸断点串联新建工程 为了加速办理吉安西右岸断点的串联 并且打造通阳路二段 以及吉祥街12街的交接处的瓶颈 县长抵达之后 仔细听取工程简报 并且针对工程规划提出相关建议以及讨论 县府建设处以及工程单位提出详细的说明 县府建设处长表示 吉安西右岸断点串联新建工程 将成为华林县的第一座条梁 不仅连接地理上的距离 更凝聚社区的共识以及支持 华林县政府将持续与地方社区紧密合作 推动基础设施建设 促进区域发展 提升生活品质 为地方兼职注入以及新动力 这是工程与吉安厢吉安西 右岸断点串联新建工程 跨中原排水新建桥一座 桥70公尺 桥梁总框8公尺 中央路二段 险阶级枪响12街 吉安西右岸户岸 以及新建右岸提防80公尺 人形部道100公尺 完成联络清风村 以及吉安村 改善旧老人形步道 优化人形空间 以及增加行车效率 疏通网路串联 比利华林市吉安厢 周丰厢 以及近观光景点 达到效率 改善道路景观交通 以及民众通行的便利性 促进地方经济发展 达造更有声音的乡镇容貌 并且提升整体市场观感 记得吉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